这一锅是138 然后里头就是纯肥肠 因为正经的调子都是纯肥肠 那家废的都是耍流氓 我的妈呀 好破的一家店 就这几张桌了 天哪 还拌好的凉菜 然后好像有一锅什么汤 大猪蹄子 盘子真古老 跟我们家的一样 凉菜冒尖的啊 十五一盘 半个肘子 蒜可以自取 八蒜小妹 好大一锅 我的天堂 哇 看看都是这种 嗯 这个味儿好 这个味儿好啊 简直不要太美好 它没有那个肠子那个 就是 骚味儿 然后底部还有点肠油 炖的特别辣 稍微的有一点小鲜 然后 这一份大饼是 15块钱 比外头买的一整张还要多 一般是 选着吃嘛 这饼是先烙的 呀 烫烫烫烫 对我的好喝 你看很快 哇 下手 嗯 肠皮的褶皱 朴实饱满的肠油 人间精品 这个猪蹄是热的 然后肘子是凉的切片 这个猪蹄是45 还挺烂的 我说酱色也挺好 哎哟 嗯 尝尝 还不吃 还挺脱骨的 嗯 呜 其实这个更像家里的那种味儿 哇 你看这个皮 贼脱骨 嗯 你们知道吗 那种醇味肠的调子已经很难找了 嗯 嗯 好吃 真好吃 加一下这个汤 豆子锅跟泡饼是吗 嗯 对 不想远的你们可以来尝尝 嗯 这个店长得破的让你难以相信 但是真的很不错 来尝尝肘子 肘子是这种大片的 切的真整齐啊 这一盘好像是80多块钱 一斤多点 哦 哦 热乎的饼 把这个肘子腾软 然后这边那个汤已经把它留了 嗯 它那个油脂和那酱汤的那汤有点半融化的状态 哇 哇 你看一看 它那个汁已经把它留了 哎呦 嗯 看这11点人叫我们10点40 10点40正来了 嗯 看这整窝 就只有我们一桌 太积极了 这个肘子 可以蘸这个蒜汁吃 白醋吃也是好吃 但我还是觉得卷饼里好吃 对 差辣烧饼 真辣和 嗯 而且这肘子没那么咸 就 这一锅 这其实不老少 这一锅 好 哦 五顶 太五顶了 哦 吓软好的了 天哪 我发现 这就是有大有小 对 对 这个是给我泡吊子的 然后那个大块呢 是给我卷肘子的 对吗 蘸上这吊子汤 这好中和一下 因为这吊子其实是有点小鲜 吊子泡饼 人间无敌 这也有的 我说是吗 我说是有点小鲜 我们对我们的 是有点小鲜 是有点小鲜 我说的 我说是有点小鲜 这个是有点小鲜 我说是有点小鲜 我说是有点小鲜 那我们的一个小鲜 可以找到小鲜 来 这是有点小鲜 我们的小鲜 最后再来一台炸肘子 我真的给你们展示一下 这个肘子连瘦肉都巨烂无比 不选 一定要卷饼吃 它那个饼 其实上面是大块 下面是小三块 上面给你卷肘子 下面给你泡掉了 把肉吃煎饼 跟它煎蒜就不香 先圆点 但是它值得可以来试试 等会儿 最后一个问题 就这个地方 等日子 放它还是在放上